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612集 鸭打白负 真的救他自己 白小春 看着那来临的巨大恶鬼头 双目一闪 掐觉中立刻有一尊虚幻的紫色大顶 木然降临下来 与那巨大的鬼头 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 轰鸣中 白小春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凄厉的残叫一声 身体急速后退 摆出一副不敌要逃走的样子 甚至 已经取出了七八个传送符 似要捏碎 可眼珠子却在乱转 内心还是无法确定 那天人老族是不是也追来了 眼看白小春 居然拿出七八个传送符 正要捏碎 白家组长背呼一声 内心的不甘 已到了极致 若白小春只捏碎一个传送符 他还有一顶把握 可以干扰其离取 而且在自己的速度下 能将他从传送中拽出 可眼下呢 那是七八个传送符啊 要知道在蛮荒 哪怕一枚传送符都是价格极高 那是可以换取通天河水的物品 白家组长双眼杀机弥漫 欲杀白小春之息 已强烈到了极致 如不共戴天般 大吼了一声 双手掐绝石 立刻原鹰中气的秀为 全面爆发 整个人好似化作一个 巨大的黑洞漩涡 将这四周的一切虚无 都瞬间扭曲 他的神识更是散开 扰乱四方空间的刹那 他向前一步走出 直接睡一般 出现在白小春的面前 右手抬起 向着白小春狠狠的一把抓来 你逃到天涯海角 老夫爷必定抓到你 这一抓 似乎穿透了虚无 直接就出现在白小春的面前 可若白小春捏碎传送服 虽难免会受伤 可逃走 还是能做到的 且看那白家族长 猙獰的神情 似乎不像作假 可白小春习惯稳妥 他双目闪动 没有半点迟疑 直接捏碎了传送服 在白家族长 右手抓来的刹那 白小春的身影 在那传送之力中 木然消失 使得白家族长一把抓空 他眼看白小春逃走 扬天大吼一声 你逃不掉 白家族长 气得是胸膛鼓起 袖子一甩 踏着昏舟 再次开启紫色大帆 按照天人老祖留下的神意 继继续追击 也就是半炷香的功夫 在另一片区域 正在疑惑中 逃顿的白小春 还在考虑刚才的事情 若真的有其他人埋伏 不会眼睁睁的 看着我逃走 应该会出动才对 难道说 真的是这白家族长 一个人追来了 白小春觉得很不可思议 可实际上 他虽在白家族地内 惊眼绝伦 且逃出了天人老祖的一抓 可在所有人看去 他毕竟只是接丹大圆满 所以逃出天人老祖的神通 可在众人的判断中 这里面取巧的成分太大了 无论是传送符 还是煞魂钉 都是如此 而唯独让原因修士顾忌的 就是白小春的十二色火 可这种火 若是原鹰修士拼了命 也依旧可以无视 更不用说 这白家族长是原鹰重器 他有绝对的把握 能击杀白小春 白小春隐隐的有些恍惚 还有 这白家族长 居然可以准确找到我的位置 难道是巧合 白小春正思索时 内心一动 猛的转身 他双目收缩了一下 立刻就看到远处赫然有一道紫光 正急速而来 那紫光内的正是白家族长 居然又追来了 而且明显是一副知道我位置的样子 没有浪费丝毫时间 直接锁定 白小春双眼一闪 他心脏加速跳动 虽难免紧张 可却明白自己没道理再逃了 原因中起 白家族长 这是你逼我的 白小春嘀吼一声 这一次没有逃走 而是肉身之力 在这一刻全面爆发出来 轰鸣中 他的身体看似如常 可实际上 不死长生宫第三层的力量 已经扩散全身 如同一个人形的暴龙般 白小春大吼钟 向着来临的白家族长 猛得一步迈去 这一步落下 他的速度也随之施展 其速度之快 化作一道残影 超越了山地 一路破空直奔白家族长 而白小春觉得自己的速度还不够 喊神壮 他内心低吼 直接展开了不死卷的秘法 顿时他这本就惊人的速度 刹那攀升 轰的一下 他的身体如消失一般 出现时 赫然就在了白家族长的面前 右手抬起 似将全身的力量 凝聚在手中 向着白家族长狠狠的一捏 展开碎喉锁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 点光火石间发生 快的让人无法置信 尤其是白家族长这里 更是双目猛的收缩 可随即就争吟起来 找死 他双手掐绝 向着四周一挥 立刻 一层紫色光木 在他身上膨胀出来 形成了一层防护 这防护使他修为凝聚 更是法宝之力蕴含 他神色内带着煞气 竟也发起了狠 向着白小春这里 狠狠的撞去 逆子 你修为虽出乎老夫意料之外 可你这肉身之力 我就不信还能出乎我的意料 白家族长低吼忠 刹那街 就与白小春这里越来越近 远远一看 二人寺两道流星 在这一刹那 与这半空中 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 再相互碰撞的刹那 天地轰鸣 似乎虚无都要崩溃爆开 一股惊天动地的巨响 猛烈的回荡八方 那声音超越天雷 震耳欲聋不说 更是让这虚无都仿佛坍塌下来 出现了一道道空间裂缝 一声淒厉的嘶吼 从白家族长口中传出 他整个人喷出鲜血 伸下浑舟直接被卷开 他的身体在这一刻如断了线的风筝 急速到腿 头发有些散乱 灭色变化 他的双眼更是如见了鬼一样 带着无法置信 扬天似吼 你不是白鸿 在两人撞击的原地 白小春这里身体一颤 全身苏麻 这种撞击 他已经很久没有经历了 也正是这一次的行为 让他忽然的意识到 自己原来肉身之力这么强悍了 这撞击 不但没有让他觉得痛苦 反而在那苏麻下 有种很舒服的感觉 这就让白小春双眼冒光了 可他没有时间去体会 此刻一眼看白家族长 出其不意的被自己撞飞 失去了先机 白小春目光一闪 此刻振奋无比的 向前一步走出时 右手抬起一拍除袋 杜尔什就取出了周一星的那把大弓 直接拉开 趁着白家族长失去先机的功夫 一口气竟开弓射出上百箭 此弓不需要有形箭矢 一旦开弓就可凝聚自身魂力在内 形成魂箭 白小春的修为虽不是魂力 可在面具的改变下 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眨眼睫 上百箭就从白小春手中呼啸而出 如同一场箭鱼 似要撕裂一切 以那种横扫八方的启示 刹那间就直奔白家族长而去 速度之快已然破空 轰鸣中 随着第一支箭在白家族长面前爆开 其他的箭矢陆续暴力 形成的轰击与波斗 让白家族长灭色不断变化 他呼吸急促 此刻来不及多想 正要闪躲 可就在他遇避开的瞬间 白小春目露齐忙 眉心的通天法眼 在这一瞬目然睁开 随着睁开 一道紫光从他的通天法眼内昏迷而出 直接就落在了白家族长身上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欲 这白家族长内心咯噔了一下 脑海掀起大浪 他还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居然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 这一瞬的停顿 代价就是那上白箭矢 在白家族长四周 几乎同时的崩溃爆开 苍穹扭曲 大地颤抖 看不清其内的身影 只能看到模糊一片 甚至白家族长身边的一处高山 也都在这些箭矢的崩溃下 直接坍塌 可就在这个时 一声怒吼 从那崩溃的箭矢内猛烈的传出 你还没有资格灭杀老夫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